大家好,欢迎来到贪心学院第一期的自然语言处理训练营 我是本期的主讲老师李文哲 在未来的20周的时间里 我会带领大家去探索自然语言处理这个非常有意思 但同时具有挑战性的领域 首先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本次训练营的一些概况 训练营的定位是培养满足岗位要求的AI人才 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次训练营的时候 其实已经考虑到了公司对岗位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所以这次训练营相对应的岗位 像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 还有机器学习工程师 还有像数据挖掘工程师 算法工程师等等 那整个的课程呢 我们有效地结合了理论和实践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个课程下来 你需要去完成大概11个不同的这种实践的项目 在学习周期上 主要是以直播为主 所以每周我们会有三次的直播 但是直播仅仅是本课程的一小部分 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题 需要做项目 所以我们建议的学习时间是每周至少15个小时以上 那对于本次训练营呢 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那首先呢 是编程方面的要求 因为在训练营里面 我们不会从临开始教大家怎么去写程序 所以我们期望的是 所有的学员在入学的时候 都具备一定的Python编程的能力 那其次呢 我们希望学员有一定的概率统计的基础 以及了解这种线性带数相关的知识点 比如说知道什么是向量 什么是矩阵 当然在整个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的帮大家去回顾 这些基础的知识点的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每个学员需要保证时间 因为我觉得学习本身是一个 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 只有当你去付出足够多的精力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效果 所以在这个三个条件里面 我们最看重的条件就是第三点 就是你一定要保证 足够多的时间在本次的训练营上 因为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完成这个项目 需要完成这些作业 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些考试 那讲完入学条件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毕业的条件 我们会有一个很严格的 这种毕业的要求 那首先呢 整个课程下来 你需要完成九个不同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 基本涵盖了整个NRP领域 你能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那对于每个项目呢 我们预计你可能需要花出 五到十个小时之间 去完成这个项目 那另外呢 在课程的下半部分 我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去完成一个综合型的项目 叫做聊天机器人 那聊天机器人这个项目呢 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技术 所以这个项目 我们预计可能需要花费 大概四十到八十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最后 我们也会有一个 一个比较开放型的项目 叫做Capsule项目 那什么叫Capsule项目呢 也就是说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 或制定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 可能是偏向于应用性的 也可以偏向于学术性的 比如你在工作当中 遇到一个问题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项目 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 你碰到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你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 本课程的Capsule项目 对吧 甚至你有一些创业的点子 你想试一试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作为 本期的项目 当然如果你对学术比较感兴趣 比如说我对 我想提出一个新的算法 或者是新的优化的算法 那当然我们也欢迎 你把这样的一个项目 作为Capsule项目 假设你的点子 非常具有创新性 而且吸引性 我们整个的导师团队 也很乐意帮你去 去辅导你 然后呢 甚至去发表一些顶会的文章 那整个的Capsule项目下来呢 会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你需要去立项 然后呢 你需要去完成这个项目 那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项目的 展示的环节 还有就是你需要去完成一个 完整的Technical Report 在整个的环节里面 我们的导师团队会给你一个 一对一的辅导 那另外呢 你需要至少完成六篇的 博文的编写 也就是说技术类的文章 那通过这种技术类文章的编写呢 你会对某一个领域 会有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另外呢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去宣传自己 那其次 你毕业前 你的个人的GitHub项目 也需要满足我们学院的一个标准 在整个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不断地鼓励你去 把已经做好的项目 做成一个产品 放到GitHub上 所以在你毕业的时候 你其实你的 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你的GitHub里面 已经包含了很多很多 可以给别人展示的 这些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另外呢 我们课程也会包含两个考试 一个是期中考试 还有一个是期末的考试 而且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很小的quiz 这个都需要你去完成的 那另外呢 在课程期间 我们不定期的会 给你们推荐一些论文 或者是一些技术类的文章 那对于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论文来说 我们会要求你去 读完这个论文之后呢 写一个简单的Summary 所以这些Summary 是你需要去提交上来的 那最后呢 你需要完成一个 这个符合我们要求的一个简历 那这块呢 我们会辅导你怎么去写一个 很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简历 那最后呢 我们整个的项目 就是每个项目和每一个任务 都会有一个很严格的deadline 所以这个deadline 是每个人需要去遵守的 因为我相信 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 其实很难让你去完成 这个训练营 那获得本次训练营的 这个学位的标准 就是你的总分要高于80分 那我们会有一个很严谨的 这种评判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我们会在开课的时候 会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那我相信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营的学习 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可以总结成几点 那第一点 你会具备绝大部分NLP 或者算法岗位所要求的技能 也就是说 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的技术面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看你自己的运气 或者是你的情商 那第二点呢 通过训练营的学习 你会深入的去理解 自然云处理相关的一些技术的原理 以及他们的一些应用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两类不同的AI人才 那一种人才呢 我们称之为科班出身的 也就是说 他们既对算法的理论很熟悉 也对这种应用层面的这些东西 也比较熟悉 那另一类人才呢 他可能知道 怎么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 去解决问题 但是他本身对这种理论层面的东西 是比较生疏的 那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在工作当中 我们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拼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为了更好的去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呢 找出一些问题点 我们还是需要要求一个人 对某一个领域 还是有很深入的了解的 所以在这样的场景下 我觉得科班出身的这批人 会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所以我们本次训练的一个 一个培养的目的 还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模式 那另外呢 当学完 当完成这个训练营之后呢 对于工作中遇到的任何的NLP的一些项目 或者问题 你都知道 你怎么一步一步去把它完成 那当然通过这样的训练 你也可以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或者解决问题能力 还有你的动手能力 那最后呢 在技术文章的写作上 也会有所提高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 我们本次训练营所提供的一些教学的服务 那首先是群内的及时答应 所以对于任何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跟项目相关的 或者是课程本身相关的 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助教帮你去解答 而且这种解答会非常的及时 那另外呢 每个项目我们都会给你们提供一个代码审核的服务 也就是说当你提交一个作业或者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全职的助教团队会帮你去审核代码 而且会给你一个很详细的这种反馈 那另外呢 对于Capsule这个项目 我们会提供一个助教的或者是导师的一对一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可以从项目的立项开始到整个项目的这些完成 我们都会有一个定期的这种辅导 那还有因为我们整个课程会有两次的主要的考试 还有一些每周一次的quiz 所以我们助教团队会需要去判你们的作业 而且需要给你们一个详细的反馈 那最后呢 我们也会组织一个组织一场Capsule项目的一个项目的展示会 然后我们所有的导师和助教作为一个评委 给大家评分 然后呢 给一个建设性的建议 而且最后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表现 来评选出最好的项目 然后做进一步的一些奖励 那除了教学服务呢 我们也提供职业规划方面的服务 那首先是简历的修改 那简历的修改是一对一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你的个人的情况 然后呢 帮助你去修改简历 使得你的简历可以更符合 或者更贴近岗位的要求 或者市场的要求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定期的做一些职业规划方面的咨询 服务 所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会有专门的团队帮你解答问题 那最后呢 我们也会提供面试指导和就业的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